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国剧盛典的舞台上 音频最甜的一对CP胡仙旭和李兰迪的组合真的把大家hold到了 两人牵手献唱CP感十足 胡仙旭和李兰迪合作演唱了歌曲答案 可以说两个人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了 李兰迪声音青春气息十足 而胡仙旭的声音也是雌性十足 两个人牵手的时候也是引得台下一片尖叫 李兰迪一直甜甜的微笑 胡仙旭则是姐妹弄眼 一副调皮淡淡海的味道 可以说除了观众的尖叫外 台下一些演员前辈们也是纷纷露出了英母笑 可能也是被他们的这股青春气息所感染了 其实不只是现场的观众 坐在电视机前的王伟是被两人甜的不行 胡仙旭和李兰迪现在是同班同学 而且在原来也还在这里中 饰演了少年的长征和苏韵锦 两人站在一起还真的是CP原十足 如果胡仙旭没有女朋友 还真的是以为这一对CP会是绝配呀 其实在原来你还在这里中 胡仙旭和李兰迪的呼声就非常高了 两位年轻演员外形就非常般配 看到他们不得不感慨年轻真好 虽然都是新人但演技却非常了得 带入感十足 给了大家不少惊喜 希望两个人有机会能够担当主角 在此合作 真的是非常期待两个人的表演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